最喜欢给日本人做手术 为什么呢 切个肚子 他没有心 而且这脑袋跟屁股能来回换 是吧 如果谁都不要惹中国人 尤其是说相声的 平心而论 苗福这一段是真不错 咱中国人是日本人祖宗 讲当年在日本战国时期 日本有战国 说是日本战国 实际上就是十几个乡在这 这又是国家 跳舞都深不开头 全国的南兵基本都上战场 打仗去了 成年男性基本打死完了 呦 当时这个天皇就急了 天皇生气了 不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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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 我认为吗 这还毕临 这还毕临 一日子知道 小日子的姓氏 原来这么有含义呢 女性在家呢 不要在家待了 干嘛去 上街溜达去 带好被窝 枕头 拆好 清楚的延续 这东西后来是不是叫和服 这和欢服嘛 在哪发生的事 这这叫姓什么 这什么意思 你看苏夏 村树下 有有有有 渡边 河边 山口 山底下 我最纳闷的是酒上 打管小日子 德云社绝对是认真的 贺琴是一语成真了 找一个韩国的旗子 最后捞一个日本的家伙 你们乐了吗 好吧 听话也就乐了 都可以 日本的女人不能要 你想啊 日本的女人 他怎么能 因为女人 是用水做的 日本的水 是干净 永远都不要怀疑 郭老师的嘴 没带一个脏子 伤害成土极强 给我三千城管 我能收服日本 真烧心里很 有一天 热杂调 打进东京远啊 那咱 想看什么电影 就开上去 但中国人的良好品德 就是绝不占便宜 日本天皇登基 我又随去了 日本老天皇退休 老天皇六十了 退休了 那还是六十退休啊 小天皇上位 随了随了一千五 这给的多 哪里需 咱跟你想 咱没少看人电影 是吧 这是差老天皇一张票钱 约云鹏 用着最呆萌的语气 说着最霸气的话 照您的意思 酱油也是油啊 这话说的 神马也是马呀 哎 浮云也是云呢 你这话 日本人也是人呢 哎 要不说高峰 能当总教席呢 一句话将小日子 变成小区 他刚带着我们到那个 哪儿到日本省去演出去 我跟他们那个 省委副书记一聊啊 日本不是省 是县 我跟他们那个 县委副书记一搭个 您猜怎么 日本有县 小区 什么你说吧 几号楼吧 您说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那么二人说相声呢 就是祖宗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这句话直接说到了 国人的心坎里 我在这儿再说一回 嗯 钓鱼岛永远是中国的 好 给我气的 这够呛 嗯 甭说钓鱼岛 日本都是中国的 是啊 这是物严实在